我们先看看这个粘质 粘质现象的红黄规律 那么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流体 空气动力学 就是这个流体是气体 那么这是边界 那么这是远离边界 那么一般的流体力学 当然这个假设是有一定道理 但是有时候也没有道理 就是这个流体力学 就是一般的假设下 就是在边界上 它沿着边界的流速等于零 然后在远离边界上流速就高 所以这就形成一个 在这个方向 如果气体向这个方向流的话 它就有一个速度的不均匀 那么这种不均匀有两种 我们考虑最简单的 就是说叫什么呢 叫层流 层流的是什么现象 它所有的流线都是平行的 那么对应的就短流 短流的流线就特别复杂 这个短流是 就是一个chaotic system 就是一个所谓混沌态 那么研究短流是 没有 反正是我不去碰它 因为已经研究了 至少200年了 那么现在短流还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所以我们不去碰它 就是说层流 层流是什么呢 这有个边界 它的所有的流线都是平行的 那么不同的是什么呢 就是离边界越近 它的速度越低 离边界越远 速度越高 它有个速度分布 对吧 那么既然有速度分布的话 它就是不均匀的 那不均匀的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那么实验发现什么的话 就是说它这个 既然它的速度有速度差 就是它除了热运动以外 有一个宏观的定向运动 而宏观定向运动 在不同的位置的话 它速度不一样 这样的话 它自然就有个粘制 就可能会有个粘制 现在发现有时候 粘制等于零的系统 也被造出来了 那么就可能有粘制 也就是说 它往这走的话 这速度低 这个速度高 这边 它们两层之间 这边层这边的流体 就对这个东西 有一个向后拉的力 而这边的上面 比它速度高的流体 又对这一层 有一个往前拽的力 对不对 那么这两个力 显然是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么当稳定流动的话 显然是要求这个DF 这两个力是平衡的 就这两个力要一样 那么现在的实验就发现 这个力和这个速度梯度之间 有这么一个关系 就是这个粘制力 等于它正比于速度梯度 这个速度梯度是这个方向 它的运动是这个方向 运动是向右走 那么速度梯度的大家看是向上走 对不对 那么速度梯度 它这个粘制力是正比于速度梯度 正比于这个两个层之间的这个面积 那么正比系数是什么呢 就是粘制系数 对吧 那这就是流体的粘度 或者动力粘度 也叫粘珠系数 然后负号代表是 它和那个梯度这个方向是相反的 就是说它那个粘制 总是沿着那个梯度的相反的方向走的 这个负号 这是实验的一个 这个 就测量得到的一个规律 就是这个粘和梯度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越大 当然这个粘就越大 对吧 那么这个 这个规律 它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再看 再仔细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来分析一下 我们 计算一下这个切向的动量流的命运 那么动量流是什么呢 就是单位时间内相邻流体 这个就是两层流体 它这边有个动量 这边有个动量 对不对 这动量的交换 对吧 就是沿着流层的切线方向的 那个动量的交换 那么也就是在这里面 就是说 这是一个流层 这是一个流层 这个切向有个动量交换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 对吧 那么我们把这个动量交换呢 写成底屁 这个动量 底屁底屁 那么动量流密度 就是单位面积上转移的动量流 那么就是说 底屁底屁 然后再除一个S 对吧 那么根据牛顿定律的话 那个力就应该是等于底屁底屁 对不对 那么 把这个关系带进去 就是 这是牛顿定律 就是 它受的力 就是动量流的改变 动量的改变量 就是动量的改变量 就是力 对不对 那么这个 然后你把这个动量流的柿子 带进去 你把这个S 乘过来 那么它就等于 GP 乘以S 就是S的总面积 然后呢 我们根据经验定律 在这儿呢 F等于 负的ETA 这是粘质系数 底U底Z 然后乘以S 你把这个关系 放在这儿 放在这儿 然后你来比较这两个 你就会发现粘质系数 这个粘质系数 这个定律 表示什么呢 就表示一个动量流 动量流就等于 粘质系数 乘以它的速度梯度 就这样 当然这有个负号 就是说 这个动量流的方向 和这个速度梯度方向 就是相反的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从宏观上 我们把这个连一起来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粘质现象 实际上是因为 这个系统是一个非平衡态 非热力学平衡态 它要向热力学平衡态走的话 它就有一部分 在空间上一部分的动量 要向另一部分走 在这走的过程中 出现的这个粘质 就是出现的这个现象 那么这是一个 也就是说 粘质这件事 是和在无规运动中 它这个无规系统 要向平衡态转移 那么它这个动量 要有重新分布 这个分布的话 动量要有改变 那么引起的力 这个力的话 就是这个粘质力 那么我们 我们有时间 算一道题 这道题 是这样 是 一个管 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动 这挺有意思 这是一个经典的东西 我现在有一个管道 然后呢 我这有个压力 P1 有个P2 我假设P1大1P2 那这就有个ΔP 对不对 这个ΔP就会使这个流体 向这边流 对不对 那么我们想知道 这是什么呢 想知道 我们要证明的两点 第一个管道中的流速 是轴对称的 那么这有个轴 这有个轴 那么流速是轴对称的 什么意思呢 在这一点 向两边是对称的 这是证明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要证明在稳定条件下 体积的流量 就是这个流量 就满足这个Bossel公式 也就是说 它的总流量和这个直径2 是乘4次方关系的 这两件事 对吧 那我们就要分析这个力 对吧 我们先隔出一块来 比如这是测试图 我看这个方面 这是二 这是中间 对吧 我们先看一个层 就这一层上的力的关系 我们分析 这里面的力的平衡 这里面的力的平衡 是怎么弄出来的 那么这里面实际上 我就在这儿隔出一个小 小东西来 对不对 我们看这里面 好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先看那个 往这边的力 就是这是由压力 得到的一个F 对吧 这个叫FP 那么显然 这个 这个很好 很好 很好看 就FP肯定是 ΔP 就是P1-P2 然后乘以RπR 底R 2πR就是这一段 底R就是这一段 对不对 就是这一环 对吧 这个力 然后我们再看粘质力 粘质力的话 我们知道 在边上 它是不动的 然后中间是动的 所以它这个T度 应该是这样的 对不对 那么在R上的话 这边大 这边小 它就有这么一个力 就这边大 在这个层上 在它的底下 是速度比较大 它上面速度比较小 所以它就有这个力 然后这边 这边速度小 这边大 这有个力 这样的力 然后我们现在 这个FP的方向 我们让它向右 然后呢 FV的方向 我们让它向左 对不对 然后显然就要FP 等于FV 就平衡了 在这个环里面就平衡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看 FV是什么 那么第一是 就是 F2 就这个地方 这一层 这一层的话 是指上 是往右指的 然后我们 就我们算是往左指 给它弄个负号 而这一层的话 是往左指的 所以它是正号 就这样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那个 粘质系数的 那个公式放上去 然后 你把这个 做点 做点计算 这里面就是等于底 R乘以 DV 对吧 然后你把它让它相等 你就建立着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微分方程式 建立一个微分方程式 这个微分方程式 就这样 然后我们解微分方程 需要边界条件 对吧 那边界条件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摩擦的边界条件 在这儿的话 在中心 它的速度 不可能 是一定是个有限值 然后在边界上 在小R等于大R的时候 它速度等于0 这是两个边界条件 然后 你就 这个东西 做第一步 积分出一个C 然后你把这个边界条件 带进去 R等于0的话 V等应该是一个常数 那么C就一定是等于0 对不对 你把C就去掉了 去掉以后 你就可以再做积分了 因为得了P常数 这就是常数 再做积分 就得到这个 然后我再带一个 边界条件 R等于大R的时候 它应该等于0 你把这个边界条件 带到这里面 你就得到 这个V就应该得到 等于 ΔP除以4ΔL 然后大R平方 减几小R平方 这不就是泡物线吗 而且是 肯定是轴对称的 对不对 所以它的流行 这个流行 一定是泡物线 对于层用来讲 它是个泡物线 这个流速是这样 是泡物线 这个泡物线就是 我们的一个组 是叫做微流体气件的 这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就是说你输入的 你要想 你要想在管道里 等浓度有一个时空变化的话 你在这儿就给它一个震荡 但是由于这个速度不一样的话 这震荡慢慢就没有了 这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在这儿提一下 所以它是泡物线分布的 就是我在这儿 如果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输入 输入一个浓度VC的 好像是平均分布的话 你到一定时候以后就泡物线分布了 就没有了 这是我们做微流体的时候 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 就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算流量 算流量你就对这个 小R从零到大R积分 你积的话就积出这个R四四方了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东西